公告表示南京明于8月中旬举行南京市民用管道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会 广泛听取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听证会参加人员共22名除了政府部门企业专家学者之外 有9名消费者代表 2012年7月16号至7月20号期间 市民可以前往南京市物价局报名 目前相关天然气价格改革听证方案南京市物价部门尚没有公布 不过根据相关人士透露 此次听证方案很可能涉及实行民用天然气阶梯器价 或者是下冬季执行不同的民用天然气价 南京每立方米2.2元的民用气价 从天然气推广之初到现在开始始终都没有变过 而今年以来国内有多个城市已经上调了民用天然气价格 新闻发不听的最后呢